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沈成郎,是原笔记事公安局,习军官公安分局常务部局长 我在公安弹警刚未工作几十年,没想到自己也会被谋约,被追究刑事载人 办案人员仅凭两份虚假证词,就被我实施逮捕,并认定我犯巡视网罚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两年留过年 该案认定的唯一的一名请托人是检察官曹天强 但我还在被侦查阶段,他就向有关部门控诉,其遭受刑事迷宫 才配合办案人员着处,可以定我有罪的虚假公署 并荒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均采信这些虚假证词 给我定毛稀有的罪名 我实在想不通,我工作津津爷爷,依法依规办事 怎么就背下这么一部罪名 后来我想,在市医院贵州省政席副主席,鼻尖市委书记周建坤有关 因为他当时,以权查守办案 安排当时的区委书记,让我将水庆镇移落 是还嫌故意伤害,非法拘谨 故意毁坏公司财富的高层来等人放了 我说我做不到 我回去跟我们的局长汇报 局长也说,不管谁说情 谁打招呼都要一跑 所以没有按他的要求放林 此事,扎入了周建坤 所以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当时诬陷我的警察官 现在就在我的身旁 请各位网友,听听他说当时的经过 由于网友人员,对我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灾不见的审讯和刑讯逼宫 把清商鉴定结论出来之后 跟沈成刚打电话 说成在清商鉴定结论之前 就跟沈成刚打电话 致沈成刚盟约 希望广大网友支持我们 声约还我和沈成刚一个清白 谢谢大家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叫曹雪强,今年五十一岁 是原彼得市齐心关区检察院检察官 作为一名曾经的高级检察官 我想请广大网友跟我作个见证 在办案人员行讯逼宫的情况下 我必必着处未证 让原彼得市齐心关区公安局副组长沈成刚盟约 必追究刑事载人 同时,办案人员取虚假证据 刑讯逼宫我 按虚假证据着处自我公诉 当作我背下了妨害着阵的罪名 事群是这样的 2015年1月31日 我外子女弃宅算被他人打伤 经建议为重伤二级 刑凶站被公安机关理案侦查 为逃避刑事处罚 刑凶站行贿建议人理容书 五千年前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 杨丹和商战家人也去找过 建议人理容书 要求把宅算的申请建议为青山 便赔偿了宅算的十五万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仅仅为他们写过一份量纪书 在写量纪书时 处于亲战家人 我电话联系过 笔杰市检察院发医 理容书 说我家用过亲戚要做申请建议 你说他在外地培训 要你一个星期才回来 叫我家亲戚直接与他联系 他便挂到了电话 再次过去的四年 2019年11月20日 几名办案人员把我带到前夕县 进行长达24小时的训问 逼牌我曾任 曾找过 沈丹高 刘庆东 信高的御师等人 在这个过程中 陈济高 何朋友 对我进行威胁恐吓 何朋友说 如果你一定不说 我们就把你关了 手术都带来了 曾丹高说 你的四级高级警察官 是角级杀怪碰到的 一定本事都没有 找一个人 过问一下案件 我说 你们要为民办案 不要侮辱人员 和人身攻击 曾丹高 你一级就开罪大网 日丽八点 脑子逼宫里 我也逼 李姑娘的案 追究刑事在人 关了你 你身怀牛家的妻子 将要迎删 还带着孩子家人 2019年12月23日 我就对陈济高等人的 违法违级行为 进行实名举报 为了打击报复我 相改一天 陈济高等人 就编唱李永苏的虚假公署 因为有料正是虚假公署 2020年1月13日 就把我监视居住在 几阶委的办案工作区 在监视居住期间 办案人员对我 进行量长达20余天的 不间谈审讯和刑讯逼宫 逼宫 逼宫我 着处虚假公署 诬陷沈丹 让李永苏 着台虚假公署 自认其罪 我对天法事 我只跟沈丹丹打一波电话 是我万子女婿 亲身鉴定决论出来之后 但不是说情 是求助公安机关的领导 为我子女婿追减医药费 因为我在行刑逼宫的情况下 着处在虚假公署 希望有关部门严查 还我和沈丹丹 一个清白 让我睡一个好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